写的程式嘛 基本上在云端上面的第14页上面也有 就这一段 其实刚刚主要是改这个地方 把范围改一下 然后增加一些注解 注解的话你会发现前面 一定都单以后开头 然后总共有四个步骤吧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如果说要最后 这个当然其实已经理论上可以run了 然后当然后面要做的 其实就是让这个程式跑的更没有问题 因为理论上将来这个枢纽分析 如果今天如果要让它重跑 必须第一个一定要先把它按右键删除 那它才会 才会正常 否则的话如果你假设 你没有删除 直接就跑这个程式的话 那它会造成什么 造成这个地方 它的名称会是一样的 主要是这个什么点内的这个属性 当然不允许同样的工作宝名称 所以目前想到比较好的方式 也许就是说我们先检查一下 那怎么检查 当然 当然想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在那个枢纽分析 在刚开始执行的时候 先在这上面先写一段程式 这个程式基本上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所有的工作表的名称 通通调用出来 然后确定比较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跟这个一样的名称 如果有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那目前这里面只会有 应该重复不可能有第二个 所以其实你只要删掉一个之后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离开回圈 就不用再往下 往下再走这个程式 所以程式该如何写 通常我们会在这边写一个 4回圈 因为我已经知道 这边总共有几个工作表 那理论上for i 等于 那特别重要 这个数字 工作宝名称它 数字 所以你只是从1开始 不是从0开始 for i 等于第一个工作表 到最后一个工作表的数量 所以这个是1 第一个数字 1 2 3 4 这边有4个 那我怎么知道总共有几个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你就是输入一个蓄持物件 然后加一个点 点的话里面你可以找到 有一个属性 叫做点 count 者 顾名思义嘛 它总数的话 它就会把那个属性里面的值 回报给你 里面的话 它帮你 count 一下 里面总共有4个 所以就1到4 enter 两下 打一个 next 好 那我知道总共有几个了嘛 那接下来的话 你帮我检查 那怎么检查 检查就自己写一幅 如果那个序词 哪个序词 所以你打一个序词 刮符 第i 个 这边只有 那个工作表 除了刮符里面可以用名称 像底下这个序词 哪一个工作表名称之外 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给数字 如果给数字给1的话 那就抓到枢纽分析 给2的话就下载资料 ok 那它的名称 所以后面加一个点 name 名称等于什么 所以它会把这个名称调出来 等于什么呢 等于枢纽分析 主要我要比对一下 是不是有枢纽分析这个名称 如果有的话打一个rem 如果有所以我可以打这个的名称 等于什么 枢纽分析 这个复制过来好了 然后呢 然后做什么 那习惯上我有个rem enter两下 一样打个end if 所以习惯上 有for就有nets 有if就会有end if 大概这样打比较不会出错 因为常常如果你假设 没有一次性的习惯的话 很容易打错程式 好 这个像一个闸门一样 如果说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ok 所以它会一个个比 第一个是不是 第二个是不是 第三个是不是 第四个 那如果呢 第一个 比如说现在 第一个就是了 把它抓过来 第一个就是的话 那我要做什么 帮我把它删掉 删掉很简单 把那个序辞i 这个 把它复制过来 删除的话很简单 就点delete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它就帮我删了 最后记得 当然你不加也没关系 程式应该也不会 不至于会感觉得出来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只会有一个 枢纽分析的名称 因为它这个不允许重复 所以其实如果你删掉之后 这边其实可以再加一个 elift for elift for 后一是什么 就是这个回圈不要再跑了 不会有第二个了 第二个这个名称了 当然了你如果不加 其实说真的 感觉不出来 因为 现在程式都跑太快 CPU太快了 一下你没加好像也没差 所以这个的话当然加是比较正统 OK 比较符合逻辑 OK 然后 但是执行好像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F8 执行一下 然后它run之后 你可以看一下 它第一个的名称 是不是枢纽分析 如果是 应该就是 枢纽分析 好 是 就进入到这个里面 如果不是的话就跳开 那就帮我删除 所以第一个删除 但是 这边的话 它会有一个讯息提示 是不是要删掉 所以 如果你一让程式的话 它一定会跳这个画面 OK 那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当然 其实也不太影响了 至少你可以按下删除 但是其实我们会希望写程式 主要目的就是 我不要动滑鼠 也不要动键盘 所以 如果你希望怎么样 这个画面不要帮我跳出来 那我应该怎么写 OK 当然我按下删除 我先取笑一下好了 OK 我可以在delete上面 多增加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 就是不要让刚刚那个讯息方块 让它跳出来 也就是把那个讯息方块关闭的意思 那怎么样关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关跟开 其实也是Excel在管理的 Excel那个物件叫application 我刚刚有提到 所以application 这个物件还蛮重要的 因为它管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application 关键字可能要记一下 点 后面的话呢 是否开关那个讯息 其实它是放在一个属性 叫做 猜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那个东西叫alent alent 所以你打个al 其实大概就会出现了 他叫displacealent 所以你打个di 大概就出现了 大概di大概就 dis displacealent 这什么意思 应该顾名思义 你可以猜得出来 displace 显示 alent 就是刚刚那个东西 alent 那你就会选这个属性 displacealent 如果要把它关掉的话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force 它这个就出现了 ok好 那一样 这个如果打小写 移开应该会变大写 看一下 没错 变大写 好 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程式 因为我刚刚按取消 所以它没有删掉 如果你希望让程式 往回再跑的话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把这个 箭头往上拉 拉到这边来 让它等于是程式回头 当然 如果你如果 不让它回头的话 你把它停掉 重跑也ok啦 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自己个人习惯 会按f8 然后当它跑过头的时候 把它往上拉 让它去执行 我刚刚写的这一段 也就是说你可以边写 边加程式 而不是说你全部写完之后 再来加a 那这样其实 反而我觉得没效率 我习惯是边写 然后先看一下 因为其实上面都会有变数 可以让你 增测的到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讯息关掉哦 然后把第一个 把它delete掉 因为关掉了嘛 所以它理论上 不会跳刚刚那个东西 我们按f8 你会发现它不会再提醒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有删除的相关动作 我是建议这个可以记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关的话 它会一直跳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删的工作表非常多的时候 那边你要一直跳 然后你要一直手动按删除 那很麻烦 ok 那这个如果加完全不会提示 自动全部删掉 ok 一日for 跳离回圈 所以你会发现一日for 它就直接跳到net的外面了 它就不会再回头了 哪怕那个回圈只有跑第一个 而且它删掉了 底下就不会跑了 好 那这个add 跟这个什么呢 枢纽分析再增加 你会发现就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着加这一段程式看看 那待会一样 我会把这一段程式嘛 贴到那个云端白板的 第几页啊 第15页的下方这边 所以如果假设 你那个程式比较打得比较慢 或者是可能来不及去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再参考一下 ok 那这一段的 其实这是什么 删除那个旧的 这个工作表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 好了 ok 好吧 对